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28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关心交通新规划 提升厚礼交通运输量 建设局势斥资了7亿8千万元 在国道4号神刚交流道 跨越大甲西 越美西侧 辟见南向联络道路 在台中市长林佳龙的带领之下 举办简单隆重的动土典礼 期盼完工之后 可以有效来疏解2018花博人潮 为了让花博能够顺利推动 连外道路建制格外重要 而重大工程之一的 国道4号神刚系统交流道 跨越大甲西 越美西侧南向联络道 全长将近3公里 花费7亿8千万元施作 这天终于开工动土 预计明年9月就能完工 施工将在明年花博前完成 这个不但可以带来 到时候花博800万人士 参访的人有更顺畅的交通 而且可以促进地方的发展 花博的道路工程里面 最重要也是最后开始来动工的一段 那么整个设计上也结合花博的意象 会有这个直数上千颗 然后配合上景观 我们希望让这个游客来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迎兵的大路 这个地方是后里的起源地 所以很多遗迹 因此这个也延宕了很久 挖掘了50个洞 看有没有遗址存在 后来经过调查 确实没有 现在在上任的市政府 还有上任市政府的支持之下 终于今天要动土 我们也希望这条道路 连接神钢交流道能赶快做好 让我们后里的交通 出入更方便更安全 这次工程段需要克服多个困难点 不但要在大甲西北侧引道 加强挡土墙路提高度达到25公尺 更要在四月路 水门路与三线路的五叉路口处 设置三个共150公尺长的钢箱行凉桥 并在夜间进行吊桩 盼能将交通冲击降到最低 说什么也是准备很久了 一直流标 所以说时间就要拖了 所以说再拖到今儿 我希望现在可以 花京来来来完工 这条道路其实后里相信非常期待 本来是靠台十三线 还有国道一号中山高的出入 以前有发生过后风大桥断掉过 所以现在继续有一条南北干线 来做一个替代 市府建设局表示 除了津天洞土的工程外 跨越大甲西桥梁工程 及区内连路造工程都已展开施工 完工后除了能够抒起花博车潮 后里与神岗地区的居民 更可以借由跨越国道一号 衔接东西两区域的特性 带动偏向发展 记者李云轩 台中调不到